狂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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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这一题很重要 这一点我想很多小朋友 对这种问题应该都很 并不会接 都比较不会接这种类似的问题 那我們來看,我們先把題目看一遍 做香蕉芭樂綜合汁的時候 我今天這個綜合汁是香蕉跟芭樂 架起來的 香蕉是芭樂的五倍 我用的那個量,香蕉是芭樂的五倍 我現在如果有1500毫升的芭樂 我如果有1500毫升的芭樂的話 請問可以做成幾毫升的綜合汁 那我們講過,我們今天題目看完之後 我們先來看一下,題目要為什麼 題目要為什麼 有幾毫升的綜合汁 好,來,我們把重點抓出來 今天,綜合汁是對的 我們把每一句每句都拆開來 今天的綜合汁是等於什麼 綜合的東西就是等於 我把香蕉的東西 再加上芭樂的容量 把香蕉跟芭樂的容量加起來 就是可以弄成一個綜合汁 然後第二句他說香蕉是芭樂的五倍 好,香蕉 等於五個芭樂嘛 芭樂的五倍 那是不是代表五個芭樂的意思 好,五個芭樂 好,我們先來看這個 如果我們今天弄土來看的話 應該就比較清楚了 香蕉等於五個芭樂 所以代表說我如果一個芭樂的話 有一個芭樂 那我的香蕉就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 我這個是 芭樂的 下面的這個就帶來香蕉 那你注意看哦 我把這東西圈起來 我把這東西圈起來 因為我芭樂加香蕉 就可以弄成綜合汁嘛 所以香蕉、芭樂、芭樂、綜合汁 就大概把這個跟這個加起來 所以我的綜合 綜合汁就等於多少 是不是等於這個 這兩個加起來 那這兩個加起來是會等於 這裡如果是一的話 這也代表五 所以它就是等於多少 一加五嘛 所以代表說我今天如果 白蕾有一 我的綜合就是它的幾倍 因為我有六個嘛 有沒有 有六個嘛 好 我們再來看題目要問的 可以做成幾毫升的綜合汁 你現在已經知道綜合汁等於幾個 幾個芭樂 六個芭樂 對不對 已經等於六個芭樂 所以你現在再來看這句話 一千五百毫升的芭樂 你現在知道容量多少給你的 你要來算綜合汁 怎麼辦 你當然是把這個 把它帶進來 綜合汁等於六個芭樂 所以就等於什麼 六個 去可以綜合汁是一千五百毫升 所以大家就等於多少 九千 九千毫升 的問題先抓出來 我現在要求的是綜合汁 那綜合汁等於什麼東西 綜合汁是等於香蕉跟芭樂 上面這句話提醒你了 香蕉、芭樂、綜合汁 那就代表 綜合汁是等於香蕉加芭樂 香蕉加重芭樂 那下面這句話是告訴你說 我今天要用綜合汁 要怎麼算綜合汁 我當然就是要從這句話去把 把關係找出來 關係是什麼 香蕉是芭樂的五倍 香蕉等於五個芭樂 所以代表我可以把香蕉用什麼代替 用香蕉用五個芭樂代替 有沒有 這個圖就是告訴你 如果芭樂等於一的時候 當作是一段的時候 我的香蕉就是五段 所以它是它的五倍 那綜合汁是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那代表這個東西就代表幾份 六份 對吧 所以整個綜合汁跟芭樂的關係是什麼 當芭樂有1的時候 綜合汁就有6 有沒有 從這裡來找 好 那我們現在知道芭樂有多少 我們當然就把芭樂帶進來 好 就這樣 再來下一題 好 那這一題是一個連層的關係 那這個東西我們要怎麼去找出來 方式連層的關係 紅線是藍線的兩倍 其實像這種題目 那每一句就是代表一個算式 那我把每一句每一句都把它拆出來 好 第一個 紅線是藍線的兩倍 所以你就可以選一個簡略的 算是紅是藍的兩倍 那就代表紅色可以換成兩個藍嘛 紅色是藍的兩倍 然後下面又給你講答案 是黑的三倍 我們有講到齁 這個東西跟代換有關係齁 那我們這個東西就要用到這個觀念齁 用換的 那我們用跨度的方式來幫助你去思考 第一句 紅是藍的兩倍 紅是藍的兩倍 所以意思就是說 藍如果今天這麼長 好 等一下畫出來你就知道 我們等一下怎麼畫 紅是藍的兩倍 藍如果是這麼長的話 紅是不是它的兩個 兩倍是不是就兩段的意思 對吧 所以這是紅 然後藍就是黑的三倍 藍就是黑的三倍 所以代表這個東西 是等於三個黑色的長度 一個藍的一樣等於三個黑色 所以是代表我這個地方 要把它切成小的 好 我們再來畫一次齁 這個關係 我們把它分開一點 寫比較清楚齁 我們如果把它倒回來 因為我們從這邊看過來 紅是藍的兩倍 藍比較小嘛 然後這裡有藍比 藍等於黑的三倍 藍又比黑長 所以這樣的關係是 紅 大於藍 長度嘛 紅大於藍又大於黑 所以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要先把這個關係是整理出來 紅等於藍 兩倍那就是兩個藍 才會跟紅一樣長嘛 然後藍等於黑的三倍 所以是不是代表要有三個黑 才會等於一個藍 三個黑臭起來 才會跟一個藍一樣長嘛 所以這裡面 這三個關係是 就變成是紅最長 再來藍再來 所以我們從最小的來開始畫 你這樣就會知道齁 我們當我們把題目告訴你的時候 你知道 這兩個的關係是之後 你把這個 就變成是你要在心裡面做整理出來 好 我這個關係看完之後 知道黑最小 我就把黑先畫一段 這個代表黑 好 這個代表黑 然後他說 黑的三段 黑的三倍 好 三個黑就等於一個藍 所以我這邊就要畫三個黑 二 三 三個黑是不是代表一個紅 這邊有問題 三個黑等於一個 三個黑的長度 是不是代表一個紅 有沒有 三個黑的等於一個藍 寫錯了 是三個黑等於一個藍 齁 等於一個藍 等於一個藍 好 然後再來看 兩個藍 等於一個紅 我們這邊用不同顏色把它標示出來 這樣子的長度代表一個紅 一個藍 對不對 這樣的長度代表一個藍 所以我現在是兩個藍 等於一個紅的長度 所以兩個藍 我就這樣寫 這樣是一個藍 這樣是兩個藍 好 所以這個代表紅色 那我問你喔 你可不可以根據這樣子的讀 去找出來說 請問一下 一個紅可以換成幾個黑 一個紅可以換成幾個黑 黑就是這麼長 好 然後一個藍色的可以等於三個黑色 然後一個紅色又可以等於兩個藍色的 有沒有看到 那這個 那這個 你可以再切成幾個 我如果全部都要跟 我如果要跟黑去比較的話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這個東西也切成跟黑兩大 你才知道說我一個紅可以換成幾個黑嗎 那你看 依照我們剛剛畫的這個 做的標記 你看看 我這個每一個 每一大段 我是不是可以切成三個 每一大段都可以切成三個 這樣看出來沒 這裡是一 這裡是三 這裡就變成多少 對 這裡就變成六了 好 所以你看我們的關係是這樣子算的 我們 找到 關係 誰最小之後 我們就從這裡 來看 當我這裡等於一個的時候 這裡就是幾個 三個 他三的時候 三乘以為這裡就變成多少 六 所以我們的關係先把這個關係圖找出來之後 你以後就知道 欸 我從這個 問題裡面 我先把 三個的 值 先確定一下誰最小 然後 再從關係式裡面 從這兩個關係式裡面再來 假設說當我黑是一個黑的時候 我可以換成 藍就是等於三個黑 好 黑一個 藍等於三個 那藍這邊等於三個黑 好 藍等於三個黑 再去乘兩倍的話 這邊就變成六個 好 那這樣子的關係 我們找出來之後 或者說你從圖裡面 去找出來的關係 你就知道說 我現在知道我要算什麼 黑線是15公分的話 我要求紅線 你現在就可以知道 齁 我要算紅線 當然我一定要把它換成 已經知道了這個 黑的 好 我現在已經知道紅線 對不對 我現在要算紅線 我就要去算 要從已經知道的黑色 這裡去找 那我怎麼 怎麼把紅色換成黑色 當然就從這裡來拿 好 從上面兩個問 那個題目裡面 把關係式寫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把它整理一下 我就會發現 紅跟黑的關係是什麼 這兩個 先想一下齁 這兩個把它轉圈在這裡 有沒有問題 紅跟藍 誰大 一個紅 等於兩個藍 好 兩個藍的才可以跟一個紅的一樣長 那當然是紅的比藍的大 所以這裡是紅大於藍 然後 藍等於三個黑 一個藍 可以換成三個黑 所以藍跟黑誰比較大 當然是藍大於黑 根據這兩句話 我們就可以知道 誰最小 當然是黑最小 對不對 黑最小之後 我們就可以 把所有的東西都用黑來代表 因為這裡都是倍數的關係 我們就可以用一段 一段一段的圖 把它畫出來 黑如果是一段 藍就可以用多少來代表 三段 有沒有 藍等於三個黑 所以黑如果是一段的話 藍就是三個 黑的話就是三段 有沒有 藍等於三段 然後再來 這個藍是不是三段 有沒有 我們再把這個帶上去 好 我們再用藍來看齁 藍如果可以變成三段的話 好 藍如果是三段的話 三成以後 就變成六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切成六段的黑 這樣關係是整理出來 我們馬上就可以算出 紅線 紅線 就等於六個黑嘛 對不對 紅線就等於六個黑 那黑你知道多少 15啊 所以紅就等於六乘以15 這等於九十 這點 這點 比較複雜 而且很重要 所以仔細多看幾遍 整理一下 以後這個對你很有幫助 來 這一題 你就可以開始背景一下 白是紅的三倍 白是紅的三倍 所以你就知道 一個白 可以 換成 三個 紅嗎 對不對 一個白 可以換成三個紅 白 是 紅的 三倍 紅 又是黑的兩倍 那就代表 紅色的 我還可以把它切成 兩個 黑 好 根據這兩句話 你給我排出 這三個的白 西 根據這兩個 排出三個的白 西 是什麼 紅 誰最大 誰最小 一個白 換成三個紅 那 白跟紅 白色的長度跟紅色的長度 誰比較長 好 所以這裡整理完 好 我們整理出來是白 大於紅 大於黑 最小的是黑 好 最小的是黑的話 當然我們就用黑來做 基本的 東西 讓他去 跟人家比較 我們今天把黑 假設是這樣一段 黑是一段 兩個黑 等於一個紅 所以兩個黑 等於一個紅 的 這是黑嗎 紅 再有這個會不會 一個白 三個紅 紅是這麼長 所以三個紅的話 你應該畫 多長 你的白 應該畫 多長 三個紅 這樣就一個 我們是根據最小的 黑色的 然後用黑的去代表 其他顏色 的長度 所以你看 黑最小 所以我用這個 先把紅畫出來 兩個黑 兩個黑 等於 一個紅 嘛 好 兩個黑 一個紅 再來 三個紅要等於一個白 所以紅色是不是這麼長 所以應該要畫三段 一 二 好 三 應該要畫三段 所以三個白 三個紅 等於一個白 所以關係可不可以弄出來 我的白 可以用多少黑呢 代表 這裡是不是跟這裡一樣長 這裡可以切成兩個黑 兩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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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變成什麼 三去乘以二 對不對 等於六嘛 所以我一個白的可以等於六個黑 一個白的可以等於六個黑 你看喔 紅色可以等於兩個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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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乘以兩個 三乘以兩個黑 就等於幾個黑 六個黑色的 所以代表白色是黑色的六倍 那我們已經知道 有沒有 我們是要算白的是多少 所以我當然就要從已經知道的數字 來解 黑的是二十 所以白的長度就等於什麼 六個黑 所以就等於六乘以二十 等於一百二 好 好 今天就上到這裡